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二樓 过去藝文展览空间展出皆备受好评 即日起至7月18日 有谢洪达教授的吸水客展 画出21幅台湾吸水景色 让来参观民众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 能找到一片宁静来放松疗愈 我有一个很爱户外运动的爸爸 每到架子他就带我去游山玩水 那我就常常到这个新北市的近郊 去爬山然后就玩水 所以小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忆 后来长大以后呢 变成我踏青解忧的地方 等到我大概2000年左右 7月2000年左右呢 我发现其实我最爱的东西 我最感动的东西 事实上是最好的画 绘画的题材 所以因为我是一直坚持说 我一定要画自己感动的东西 我不会去追求潮流或什么 就是我要真正的画自己喜欢的 我认为这才是能够真情流露 艺术一定要真情流露才会感人 一生爱水 致力于画水的西洋达大师 将野稀独特的蓝绿水色表现得清透成澈 以全新的高度诠释台湾吸水的美感经验 魔术般的笔触让每一幅画作不止比照片还传神 细细品味下感受刮影色彩丰富多样的变化 每次开画展都有很多观众告诉我说 他看我的画感觉很宁静 一再三二四加一再跟我讲 我发现说真的 后来反省结果发现说 原来我是在追求宁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生性急躁 在我们家几个兄弟里面 我算是比较急的 性质比较急的人 所以呢 可是问题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是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然后我想解决它 我想要隔除这个毛病 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去追求宁静 那这么多年下来 我也发现 我发现我的个性 我的脾气有改 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对 不只对我 对现代人这种工商社会 大家在焦虑压力之下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心灵的疗愈 吸水的磅礴 流动或是禁止 其实都是谢宏达对于宁静的追求 本次展出的作品 也让民众强烈感受到 他对宁静的渴望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